1945年5月1日晚间 随着布鲁克纳的狄奇交响曲第二乐章 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 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的声音 出现在了汉堡帝国广播电台 随着无线电波 希特勒的死讯传向世界 被纳粹德国的疯狂划上了休止符 然而对于盟军来说 一场全新领域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为了尽可能的多争夺人才 尤其是核物理学家和火箭专家 美国当即策划了回文真行动 由战略情报局牵头 将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连同研究资料一起打包带回美国 苏联那边自然也不甘示弱 仅在1946年的一次行动中 内务部就从占领区向苏联境内 转移了6500名工程技术人员 以及大量的高科技设备 其中占比最多的要属航空领域的人才 他们曾为纳粹德国开发飞机 地对空导弹和导航系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 而最让苏联人垂陷三尺的 还有属德国人先进的喷气式发动机 二战结束后 英国人那边有自主研发的 格洛斯特流星战斗机 而美国也有P80流星和P59空中会星 但苏联这边呢 苏联当时最先进的喷气机 I-250 甚至都不是一台正经的涡轮喷气机 而是一种喷气螺旋桨设计 对于斯大林来说 寒冷可以忍 饥饿可以忍 但落后于西方是面子问题 是他绝对不能忍受的 而且由于苏联和欧美等国之间的气氛 逐渐紧张 如何防范英美的战略轰炸机 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议题 在卫国战争中 苏联主要面对的是 以苏图卡为主的战术空军 在拿亚克9 拉5和拉7这样的飞机 去和相视编队的B29和B50应碰影 无异于自寻死路 而这也是斯大林 对德国航空工业极为看重的原因 德国人不但替前苏联 体验过第八航空队的骇人轰炸 甚至还为苏联人留下了 许多现成的喷气式引擎 剩下的问题 似乎就只有让谁来抄德国作业了 1945年初 米高阳古列维奇 雅克福列夫 拉沃奇金和苏霍伊四家设计局 收到了苏共中央的要求 让他们以德国人的喷气机 和喷气引擎为蓝本 设计制造苏联自己的喷气式战斗机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苏联早期喷气机的四大天王 首先是四大天王之第四的苏9 从图上就能看出来 这架飞机是苏霍伊对M1262的直接放造 最大的区别就是 把M1262的后掠翼变成了平直翼 连发动机都是直接使用的 荣克斯原厂发动机 不过由于一些官僚原因 搁置了太久 这架M1262司机 只造了一架就停止了开发 另一个中途夭折的 则是拉沃奇金的LA-150 不过由于拉沃奇金 缺乏制造喷气机的经验 这个项目也最终搁浅了 排名第二和第一的 则是直接由螺旋桨机身 改装而来的雅克什五 和我们今天的主角米格九 1946年3月底 米高扬和雅克夫列夫设计局 带上了自己最新的开发成果 米格九和雅克什五 前往莫斯科南部的拉缅斯科业 这个时候 哪架飞机先起飞 哪架飞机就是苏联历史上 第一架喷气机 当然现在的我们都知道 是米格先起飞 不过关于这段历史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 航空历史学家比尔·刚斯顿 在当时 两家设计局的代表 都希望自己家能抢到这个头功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因此他们通过投影币的方式 决定哪架飞机先飞 而米格独赢了 另一种说法则是 当时的机场有别的部队 在执行训练任务 雅克什五和米格九 都在等待起飞 而米格那边的后台比较硬 米高扬的哥哥 阿纳斯塔斯位高权重 是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 于是米格那边一个电话 打给军区司令 获得了优先起飞权 而雅克什五 则要等到两个小时之后 才能试飞 米格九的这次试飞 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米格九在飞行时 引擎周围会出现 不明原因的剧烈震动 中央空气流体 动力学研究院的专家 克尔德什建议 将引擎的位置 改到机翼的上方或下方 以消除震动 不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 米高扬那边 根本没时间 重新设计米格九 他们对抖动的解决方案 非常简单 就是在喷嘴附近的 隔热板上 多加几道加强筋 把它焊死 它不就不抖了吗 这个办法 虽然简单粗暴 但确实有效 米格九的引擎 确实不抖了 但这种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的方案 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米格九的机身强度 仍然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也给后面的惨案 埋下了伏笔 在摘下苏联 第一架喷气机的 鬼罐之后 高官们也受邀请来 观看米格九的飞行表演 在做了几个精彩的 战术动作之后 这架米格九的 一身整流罩 突然断裂脱落 并砸烂了 它一侧的水平为一 这架飞机当场失去控制 在一众苏联空军高层的眼前 摔在了地上 是飞员 格林奇克当场牺牲 不过我们前面也说过 米高扬的后台 确实比较硬 这件事情过后 米格迅速推出了 另外两台原型机 并在当年8月18日的 苏联空军日上 成功进行了表演 但是米格的倒霉日子 并没有结束 还没等米高扬松口气 斯大林就提出 要在一个多月后的 十月革命纪念日上 检阅喷奇奇编队 听到这个消息 米格的代表人都傻了 要知道 截止到8月底 米格一共造了三架原型机 其中一架还摔了 而斯大林想要的是 一个十架飞机组成的编队 现在就算米高扬手眼通天 他也没办法和斯大林斗 作为苏联笑话的主角之一 谁敢让斯大林不痛快 发配西伯利亚种土豆 都算是还好当了 在慈福的注视下 米格工厂不得不采取 三班岛的模式 纯手工打造了十架米格酒 安装缴货的德国发动机 总算是赶在11月7日前 交付给了空军 然而老天爷再次和米格 开了个玩笑 因为阅兵典礼当天 气象条件恶劣 飞行表演他取消了 虽然被气得抓心脑费 但日子还得过 原定参加飞行表演的 十架米格酒 其中两架被指派 参与空军的验收工作 而其他的几架 则被用作各种项目的试验台 经过一个多月 紧锣密鼓的测试 米格酒总体上 达到了当初设定的性能目标 苏联空军对它的评价是 它的操控特性 使这架飞机总体上 异于驾驶 且惊人愉悦 控制方面也没有束缚 飞行员很容易习惯这台战机 建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生产 与此同时 专家们还提出了一些意见 比如没有减速板 也没有灭火系统 油箱不是自密封的 然而 这些毛病 在另一项重大缺陷前 都不算是问题 试飞员的最大疑问是 你们米格的设计师 为什么要把37毫米机炮 放在引擎进气道中间呀 事实上 由于苏联第一代 喷气式战斗机 具有拦截机的定位 在设计之初 苏联军方高层就要求 要给这些喷气式战斗机 装上大口径的机炮 经常在高空 抓轰炸机的朋友都知道 .50口径的机枪 和20毫米 甚至30毫米以上的机炮 中间的差距 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尤其是在面对 重型的空中单位时 更是如此 更何况 对于拦截机来说 很多时候 攻击的机会只有一次 那就是从高空 俯冲下来 速度最快的时候 如果不能快速掠习 在穿过敌方轰炸机 编队的同时 给对手最大的杀伤 很可能就会拦截失败 因此 拦截机的火力 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打得准 米格9上的37毫米机炮 只要一两发 就能击落一架轰炸机 至少也能迫使它 脱离编队 而想要火力强 机炮口径 当然是越大越好 而想要打得准 机炮中置 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 米格9就选用了 这样一个奇葩的武器布局 三门航炮中 两门23毫米的 放在引擎 进气道下面 一门口径最大的 直接装在进气道中间 这直接导致了 如果在高空 米格9的三台机炮 同时开火 吸入的废气 就会导致米格9的 引擎罢工 但问题是 美国人的轰炸机 就在高空飞啊 后来的米格9 提出了两种改进 其实用两门 23毫米炮 换掉中间的 那个37毫米炮 这样能把炮口烟雾的影响 降到最低 同时还不降低火力 但是这个方案 会增加几十公斤的空震 机动性会变差 聪明的苏联人 又想到了另一个办法 那就是给37毫米炮 加上排烟装置 不让炮口产生的烟雾 进入引擎 这总没问题了吧 实际上 问题更大了 首先这个不抽卷烟 改抽烟斗的造型 咱们就不再多说了 最大的问题是 炮口的排烟器 原本是给坦克设计的 在高空环境下冷热交替 开火多了就会自行解体 而它解体之后的 第一个受害者是什么呢 没错 还是喷气引擎 不仅如此 原来吸二手烟 引擎顶多是熄火 还有救回来的可能 现在把金属碎片吸进去 发动机损坏都是轻的 击毁人亡属于正常现象 这样一番折腾下来 其结果就是 米格九上的这门机炮 虽然看着火力挺足 但其实在3000米以上的空域 根本没法开火 而且就算是在低空 苏联空军也明定禁止飞行员 三门机炮同时开火 面对米格九上的种种毛病 苏联飞行员当然不乐意 米高扬这边也挺无辜的 毕竟当时催得太紧 很多东西本没来得及 磨合和测试 就匆匆上马了 阅兵时候装的37毫米机炮 还是个假的呢 而苏联空军对喷气式飞机的需求 也确实迫在眉睫 双方就这么凑合着 不过很快 米格就用一代神机 米格十五重新证明了自己 米格一记应 米格十五重新证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